就是他们引起的玄九郡之事 公孙瓦皱起眉头 实在是这些蜘蛛虽多 可甚为天尊 想要处理并非困难 只是若事情真的这么简单 反倒让他惊异起来 尤其是那浑影之事 此刻依旧没有找到源头所在 先处理了他们再说 白小春眼看地面上那些蜘蛛蔓延过来 右手抬起掐绝一指 顿时一片寒气 刹那间就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这寒气瞬间扩散四方 所过之处 城池一切建筑 竟顺时冰封 而那些在这寒气范围内的蜘蛛 一个个立刻就被冻僵 一动不动 与此同时 公孙瓦的出手也已展开 他出手就是一片黑色的火 此火与白小春恋魂所得的多色火不一样 他似乎更为纯粹 白小春只是看了一眼 就察觉到其内似乎蕴含了七情六欲 在公孙瓦的挥手间 这片黑色的火焰就骤然散落 轰得一声形成火海 向着四周蔓延而去 与白小春的寒气 彼此并不干扰 甚至形成了一些互补 七历地嘶吼 顿时就在大地上传出 那些死亡的蜘蛛 在临死前的尖锐之音 惊天动地 传遍四方的同时 更多的蔓延而来的蜘蛛 一个个竟瞬间停顿下来 竟彼此叠加在一起 在八个方向 形成了八个高耸而起的巨大黑柱 每一个柱子 都是由无数蜘蛛组成 在升起时 更是幻化成为了 身体足有百丈大小的巨大蜘蛛 放眼看去 四周八个大蜘蛛 发出咆哮的同时 猛地一跳 直奔白小春与公孙娃而来 他们的身上 在这奇异的组合后 散发出的 已经不再是助击的气息 赫然攀升到了准天尊的程度 带着凶残与汗不畏死 嘶吼临近 如果换了并非天尊到来 遇到这一幕 定无回天之力 可这玄九郡的意外 偏偏引来了两位天尊 恐怕就连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也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此刻随着八大蜘蛛的临近 白小春刚要出手 可公孙娃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他之前在那村庄里 某种程度算是被白小春破的局面 此刻心底深处 生起了一些争强好胜之意 抢先掐绝 挥手间 顿时他的四周 就黑雾滚滚 也有咆哮怒吼传出 很快的 就从这雾气里 凝聚出了八只巨大的鬼手 飞速伸出 向着来临的八只大蜘蛛 各自轰出一拳 碰碰之声顿时惊天 那八只大蜘蛛身体猛地颤抖 数不清的小蜘蛛暴体而亡 可残余下来的依旧不少 此刻纷纷从天空落下 还没等公孙娃继续清扫余孽 这些落在地面上的小蜘蛛 竟不知为何 无视白小唇的冰封 一个个直接钻入到了地面内 似乎地面在他们面前 就好似豆腐块一般脆弱 此刻蜂拥间 刹那就全部消失无影 只留下地面上 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窟窿 好似整个城池的地面 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筛子 白小唇目光微闪 身体落下 刚要查看 可公孙娃冷亨 直接洽诀 顿时他四周的黑雾内 那伸出的八只鬼手 彼此瞬间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只巨大的 粗壮的猙獰之手 抢在白小唇前面 向着大地 直接一拳轰去 据想顿时滔天 大地震动 八方轰鸣中 这本就千疮百孔的大地 被这鬼手一拳 直接就轰开了一个巨大的 足有百丈大小的窟窿 这窟窿在出现的 同时 其边缘有十多道裂缝 直接就向着不同的方向蔓延 咔咔支撑回荡间 很快地就覆盖了整个城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似支撑城池的大地 只剩下了一层壳 而这个壳也弥漫裂缝 再也支撑不住 轰的一下 这偌大的玄九郡城 直接就坍塌下来 而在这大地下 赫然存在了巨大的空洞 此刻无数泥土 砖瓦 尘埃 在这城池的坍塌下 都向着下方掉了下去 可依旧还是无法将这空洞填满 随着陈雾的消散 很快地出现在白小春与公孙娃眼中的 赫然是一处凹陷下去的天坑 阵阵说不出的邪恶之感 从这天坑内扩散出来 更有浓浓的灰色雾气 也从内不断地散出 似此地就是源头所在 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小蜘蛛 在这天坑内急速远去的身影 仿佛这天坑就是一处巨大的蜘蛛巢穴 与此同时 这庞大的天坑出现后 公孙娃神色一变 魂隐就在下面 他立刻开口 身体化作流光 刹那就冲入天坑内 白小春在一旁眨了眨眼 他此刻也已经从之前的不安中恢复过来 能看得到的敌人 总是比看不见的存在 要少了一些心理的威胁 至于公孙娃抢着出手的做法 白小春没有丝毫反感 若有可能 他希望最好公孙娃 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才好 此刻眼看公孙娃已进入天坑 白小春也身体一晃 随之踏入 这天坑太大 深不可测的同时 其内翻滚而出的灰色雾气 使得哪怕半神 也都不敢轻易靠近 唯独天尊 才可凭着修为护身 及时前行 而越是前行 阵阵咀嚼之声 不断地从深坑下传出 白小春之前刚刚略微松下的心 又再次提起 一旁的公孙娃也是这般 秀为凝聚全身 随着越是下沉 这咀嚼声就越是清晰 偏偏此地那些灰色雾气 严重地干扰了神石 使得二人神石难以扩散下去 感受不到具体 直至这声音好似就在耳边时 白小春右手抬起 公孙娃脚步一顿 侧头看向白小春时 白小春在楚无带一拍 一团十四色火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实在是多色火的数量 已经太少了 白小春也必须要节省一些 否则的话 若没了多色火 在练灵上就会停滞不前 此刻也是没办法 寻常的竖法之火 在这里的效果明显不如 唯独多色火之前 在村庄内的破除避障的效果 才让人能安心一些 眼下来不及吝啬 白小春右手狠狠一捏 顿时他手中的多色火 就立刻不稳 火光猛地扩散时 白小春直接一扔 顿时这十四色火 就直奔深坑底部而去 速度极快 且越来越膨胀 光芒更是耀眼 将四周全部都映照得清清楚楚 而此地距离天坑底部 也都不远 很快的 当这十四色火 出现在天坑底时 一声巨大的轰鸣 随着十四色火的爆开 陡然传出 瞬间 天坑底火海扩散 白小春与公孙瓦 速度一下子加快 刹那就到了底部后 借助火光 顿时就将这四周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 而他们所看的画面 让二人眼睛猛地睁大 心神更是强烈震动 这深坑底 赫然存在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这蜘蛛网上 趴扶着一只 足有数千丈大小的庞大蜘蛛 张着大口 不断地咀嚼 它通体花色复杂 还有一些好似符文的印记 而更多的 则是一张张鼠不清数量的人面 男女老少 全部都神色痛苦 张开口却发不出声音 诡异到了极点 它的四周 此刻有无数的小蜘蛛 正疯狂地钻入这大蜘蛛的口中 随着咀嚼 被它全部吞噬 而每吞一个小蜘蛛 它的身上那众多人面 就会多出一张 甚至在这大蜘蛛的身体上 白小唇都看到了 之前于城池内 看到的那个死去的 半神老者的面孔 而诡异知识没有结束 在这庞大蜘蛛的身后 有一个相对小一些的茧 好似心脏一样 正在不断地跳动 似乎这大蜘蛛吞噬的一切 又或者是这玄九菌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茧 白小唇与公孙娃 看到这庞大蜘蛛 以及其身后茧的刹那 这个诡异的茧 正在缓缓地跳动 似乎其内蕴含了 某个无法想象的生命 正在借助大蜘蛛这里 吸收整个玄九菌 一切生命 一切山脉 一切植物乃至所有的存在的生机 可以说 这是凝聚了一整个郡的生机之力 看比曾经的通天世界 一个世界之力 化作那茧内诞生的养分 这一幕 立刻就让白小唇与公孙娃 面色巨变 他们立刻就意识到 若是让这个茧内的生命诞生出来 那么 这一场浩劫将达到一个绝非他们可以抵抗的程度 与此同时 随着十四色火的映照与扩散 高温顿时就在这天坑的深处扩散开来 火海覆盖八方 不少的小蜘蛛 在这火海中发出凄厉的嘶吼 肉眼可见的焚烧成灰 只是此地的蜘蛛网很是奇异 在这十四色火中 竟只是收缩了一些 居然没有被熔断 而随着小蜘蛛的大量死亡 随着蜘蛛网的收缩 正在吞噬小蜘蛛的那庞大的猪王 猛地抬起猙獰的头颅 目中露出寒芒 直接就看向白小唇与公孙娃 后 他的口中顿时就传出一声惊天的咆哮 杀鸡与凶残 立刻就从其身上爆发出来 其身一晃 竟无视那些十四色火形成的火海 直奔白小唇与公孙娃而来 虽其身体庞大 可速度却丝毫不慢 仿佛闪电一般 刹那就到了进前 公孙娃呼吸急促 甚至都来不及与白小唇沟通商议 此刻双手直接掐绝 顿时其四周黑雾滚滚 形成巨大的鬼手 向着靠近的大蜘蛛 直接一掌按去 可这大蜘蛛强悍至极 此刻嘶吼中竟一头撞去 借助之前冲击而来的速度 这一撞之下 直接就将公孙娃天尊修为凝聚的鬼手 直接撞得崩溃四散 天尊肉身 白小唇眼看这一幕 心神震动 可身体却没有丝毫停顿 更没有去帮助公孙娃 尽管二人没有计划 可在配合上 却冥冥中存在了默契 公孙娃那里对抗大蜘蛛 而白小唇的身体 则是晃动中 直接绕开 他的目标 正是那此刻还在跳动的巨大的剪 注意到白小唇的举动 这大蜘蛛暴怒 立刻就要倒退去阻止 而公孙娃岂能同意 他身体猛地靠近 恰觉间 立刻四周黑雾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鬼脸 这些鬼脸争鸣无比 任何一个都能让半神害惧 此刻化作数十 汗不畏死地向着大蜘蛛吞噬而去 而此刻的白小唇 也已接近了剪 右手抬起 直接一拳轰去 天尊修为 强悍的肉身 凝聚在一起的爆发 好似能坍塌虚无 轰鸣中就落在了那跳动的剪上 这剪猛的一阵 深深凹陷的同时 居然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飞速地化解白小唇的力道 更是散出反振之力 可虽如此 但白小唇全力一击 又岂能那么容易化解掉 这巨大的剪 依旧还是颤抖了一下 他的颤抖 似牵连了大蜘蛛的心 这大蜘蛛发出凄厉嘶吼 竟不顾四周鬼脸的吞噬 强行冲向白小唇 速度太快 白小唇想要闪躲已来不及 整个人直接就被这大蜘蛛撞在了身上 轰的一声 白小唇只觉得全身五脏六腑都在震战 身体倒退时 目中也出现了血丝 而大蜘蛛似仇恨白小唇到了极致 此刻疯狂下 再次撞来 更是张开大口 似这一次 是要将白小唇生生吞噬 只是这大蜘蛛的心智显然不高 就在他冲向白小唇的瞬间 鬼母那里冷笑一声 速度顿时爆发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就靠近大茧 趁着大蜘蛛追击白小唇 他立刻就右手抬起 天尊修为全面爆发 向着那大姐狠狠一拍 轰鸣之音 再一次滔天时 那大蜘蛛故此失彼 此刻愤怒到了极点 立刻就要再次改变方向 可白小唇早已看出了 这大蜘蛛的心神破绽 岂能放过 此刻一步走出 低吼中双手抬起 一把就抓住了 这大蜘蛛的一条腿 狠狠一拽 四 大蜘蛛的冲击之势 生生地被白小唇的肉身之力阻挡 此刻其他的爪子 都在抓着四周地面 挣扎虽距 可却于事无补 白小唇的双手如同钳子 将其彻底封死 只是这对白小唇而言 也是耗费极大 他全身之力都在爆发 这才勉强抵抗大蜘蛛的反抗 甚至若稍微一个松懈 怕是都在这大力挣扎下抓不稳 实在是这一刻的大蜘蛛 给白小唇的感觉 仿佛一头远古的死都不屈服的凶兽 限制住他 我来毁了这大简 公孙瓦尔目光一闪 立刻高声开口 他站在大简面前 双手不断掐掘 更从除袋内拿出一些雕像 直接挥手间雕像燃烧 形成黑烟 钻入他四周的黑雾内 很快的 他四周的黑雾里 就传来阵阵低吼 更有可怕的波动 在其内正不断地攀升 显然那大蜘蛛 能听到他的话语 也感受到了雾气内的气息 此刻更为着急 猛地转身 竟一口向着白小唇吞噬而来 白小唇额头冒汗 不得不松手 身体一晃避开后 在那大蜘蛛要冲出时 再次抱住了其另一根爪子 又一次大吼下 向后直接拽了回来 地面被大蜘蛛的其他爪子 都抓出了一条条沟壑 传出刺耳的摩擦声 这大蜘蛛的眼睛 已经赤红一片 似陷入极度的疯狂 尤其是此刻 在白小唇的拖延下 公孙瓦尔四周的黑雾 已经翻滚滔天 在那雾气内 此刻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轰隆隆地转动 似要将一切都吸射进去 尤其是这雾气内散出的气息 充满了洪荒 充满了古老 更有浓浓死气 而吸射的方向 正是大减所在 这一幕 顿时就让本就疯狂的蜘蛛 更为抓狂 此刻默然转头 张开大口 竟不是向着白小唇吞来 而是一口咬在了自己被白小唇抓住的爪子上 咔嚓一声 直接咬断 趁着白小唇在惯性力量作用下倒退的功夫 这大蜘蛛强忍着一条腿的崩溃 嘶吼直奔公孙娃 要去阻止公孙娃的术法 可就在他冲来的刹那 公孙娃这里 嘴角露出冷笑 双手猛地一挥 顿时那看似在吸射大减的黑雾漩涡 刹那就改变方向 竟不在吸射大减 而是直奔大蜘蛛而去 你中计了 公孙娃杀机爆发 双手猛地伸开 隔空狠狠一案 那大蜘蛛全身一震 感受到了危机 想要后退 可白小唇与公孙娃之间很有默契 实际上之前对方开口时 白小唇就已明白了对方的计划 因为他之前对大减出手 感受到了那种不可撼动之意 他相信公孙娃出手后 也会感受到 除非二人同时联手 否则的话 怕是一切竖法 对于那大减的伤害 都比不过其恢复的速度 尤其是有这大蜘蛛在 就更为艰难 所以哪怕这大减再重要 也必须提前解决这大蜘蛛才可 实际上这一切 也正是公孙娃的判断 二人不约而同地看出了 这大蜘蛛在心智上的弱点 布置了这么一个简单的杀局 此刻在大蜘蛛退后的一瞬 白小春已然临近 双手猛的一挥 狂风轰鸣 汉山状直接爆发 更有人删绝 瞬间使得白小春化作了巨大的食人 肉身之力更为狂暴下 撞在了那大蜘蛛身上 轰的一声 这大蜘蛛根本就难以后退 被撞的身体都顿了一下 来不及继续闪躲 只能发出一声凄厉的咆哮后 被公孙瓦尔的神通形成的古老黑雾漩涡 直接就吞噬进去 这种术法 白小春也是首次在公孙瓦尔这里看到 他亲眼目睹 这散发古老气息 充满了死亡之意的黑雾漩涡 在将大蜘蛛吸入其内后 好似化作了一张大口 在那旋转中如同咀嚼一般 大蜘蛛的凄厉惨叫 不断地回荡 它的身体竟在瓦解 一切也就是持续了十多个呼吸的时间 这大蜘蛛就彻底地被那黑雾漩涡吞噬得干干净净 这一幕让白小春头皮有些发麻 要知道那大蜘蛛可是天尊肉身 可就算是这样 也都被公孙瓦尔的神通灭去 可以想象这个神通的威力之大绝非寻常 公孙瓦尔此刻身体一个亮呛 面色苍白 显然这看似简单的古老的黑雾漩涡 对他而言消耗也都极大 且施展时间缓慢 不能随意运用 这才让白小春心底松了口气 可对公孙瓦尔的忌惮也多了一些 这应该是属于公孙瓦尔的神通 否则的话当初的鬼母也不会被我擒拿了 白小春深吸口气 她知道此刻不是深思的时候 目光一闪 立刻就看向那大简 公孙瓦尔虽喘吁吁 可也一样地看向大简 二人没有时间开口交谈 此刻的想法也不需要去沟通 几乎瞬间 他们二人就同时出手直奔大简而去 公孙瓦尔出手 就是被缩小到只有巴掌大的白骨湛舟 这湛舟散出黑雾 直接就向着大简撞击过去 而白小春这里 此刻知道事态关键 出手直接就是北脉大简 天尊初期巅峰的修为 全部爆发后向着大简狠狠一展 二人的杀手简 虽不是同时展开 可却拿捏得很准 几乎同时落在了大简上 在与这大简碰触的瞬间 那大简剧烈的颤抖 公孙瓦尔的湛舟 直接就撞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虽没有破开简皮 可也碎开了两成以上 而白小春的大简 随之落下 直接就斩在了同一个地方 见起今天 锐利之意层层穿透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眨眼间 就直接豁开了七成的碱皮 甚至都能看到一层薄膜下 似有某种人形之物 正在蠕动 随着二人的出手 更有一声震动八方的巨响 轰隆隆地爆发开来 这声音太大 形成的阴浪 足以将天人震死 哪怕半神 也都会喷出鲜血 可见其声势之大 强如白小春与公孙王 虽是天尊 可也身体一震 气血翻滚 可他们毕竟是当事强者 一个呼吸就恢复如常 可面色 却是都难看无比 因为那之前 在二人全力出手下 被豁开了 近乎九成剪皮的大剪 此刻那裂缝 竟在几个呼吸中 瞬间愈合 这种恢复力 让二人内心咯噔一声 尤其是公孙王 他再次见到了 白小春世界之宝的可怕 内心更为忌惮 但也如白小春方才一样 没有时间去深思 二人彼此看了看 再次出手 这一次白小春直接 肉身之力 修为之力 神通之法 全部展开 凝聚在北脉大剑上 向着大剑直接斩下 公孙王取出一把 单药吞下 面色微红后 凤木带煞 全身黑气扩散 占周再出 黑气推动中 隐隐可见 公孙王的皮肤上 都出现了黑色的血管纹路 显然也是 几乎用了全力 二人再次出手 轰鸣中 那大剑在他们 神通落下的地方 剑皮急速地碎面 三成 五成 七成 直至九成 可就在这时 那眼看就要破碎的剑皮 不但恢复速度 变得极为夸张 更有反阵之力阻挡 使得轰鸣巨响回荡中 白小春与公孙王 不得不到退 而那大剑 只是这么一瞬 就再次恢复过来 毫发无损 不可能 公孙王失声 实在是这大剑的防护 骇人听闻 白小春站在一旁 也吸了口气 他觉得这大剑的恢复 似乎与自己的不死卷很相似 可又有不同 仿佛比自己的不死卷 更为精妙的样子 尤其是这大剑 明显是借助大蜘蛛 来吸收整个玄九菌的生机 这一幕 也与不死卷修炼的时候 需要生机的一幕很相似 这一切的一切 让白小春有种错觉 仿佛自己的不死卷 是从这大剑上推演而来一样 不然的话 不可能出现这种 好似同源 可偏偏又不如的情况 如果时间足够 他们二人可以生生去磨一番 总有办法将这大剑破开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 这大剑内的跳动声 越发地强烈起来 仿佛其内正在被滋养酝酿的生命 此刻就要诞生出来 这一幕 顿时就使得事态更为危急 白小春与公孙娃面色接连变换 他们虽无法确定 这吸收了玄九菌全部生机 诞生出的生命 会有多么的强悍与可怕 可仅仅是剪皮就如此逆天 那么其内走出的生命 会有多惊人 已经可以想象了 公孙娃面色有些发白 他进入这玄九菌内 此刻第一次心头升起了退意 走吧 这件事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 我有种预感 这里面蕴化的 是一则无比可怕与邪恶的凶物 非太古不可汗 我们已经尽力了 公孙娃苍白着脸 身体就要后退 他担心耽搁下去 怕是就连离开都会成为奢望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春早就走了 可眼下都到了这一步 他的呼吸有些急促 他死死地盯着那跳动 越来越强烈的大箭 他的脑海 此刻正有一个疯狂的念头 压制不住地爆发出来 这念头疯狂的程度 绝非常人可以想象 白小春这里 也是因这大箭与不死卷相似 才能产生这个念头 天了 白小春嘀吼一声 好似豁出去了 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云海周背回 而一旦这大箭内的生命成功诞生出来 那么云海周就真正的没有了任何希望 同时 作为曾阻挡他诞生的自己 也将在他诞生后面临着可怕之物的报复 若不得罪也就罢了 既然得罪了 那么就必须要用权力去整死他 整不死也要让他心颤 白小春咬牙切齿 瓦尔 你帮我一次 这一次若还不行 我们就走 说着 白小春身体一晃 北脉大箭散发出惊人光芒 公孙瓦尔眉头微皱 可还是点了点头 再次出手 瞬间 与之前神通一样的杀手锏 在二人手中轰然展开 直接就落在了大箭上 层层撕裂后 再次停顿到了九成的位置 反阵之力与恢复 又一次爆发 可这一次 公孙瓦尔退后 但白小春却强忍着反阵 哪怕喷出鲜血 哪怕气血震动 好似要爆开 也都大吼中 取出了永夜伞 在那剪皮的破碎 恢复的瞬间 直接将永夜伞 狠狠地刺入进去 随着刺入 剪皮内的反阵 随着恢复越发强烈 好似一座座山峰 撞击在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身体颤抖 鲜血一口口喷出 身体的恢复 也在疯狂地运转 仿佛这一刻 是他的不死卷 与大箭的恢复在抗衡 而永夜伞的抽取生机之力 也在这一刻爆发 虽还是没有破开剪皮 但却有不少生机被其吸来 随着生机的吸取 随着白小春的全力以赴 那大箭的恢复与反阵 不断地爆发 白小春口中的鲜血 就没有停下过 一旁的公孙娃 早已目瞪口呆 白小春 你疯了 白小春红着眼 低吼中 身体砰的一声 再次施展人山绝 更有云雷人祖辩 直接就到了巅峰 肉身之力与修为之力 全部爆发 好似冲破了这大箭的某个临界点 在他的一声咆哮下 那永夜伞的伞间 直接就穿透了箭皮 扑齿一声 尖端之处 刺入箭内 也正是在这一瞬 一股白小春 这一辈子都没遇到过的 充足到了极致 甚至难以去形容的生机之力 直接就顺着永夜伞 轰然而来 这生机实在太过浓郁 以至于永夜伞 在这一瞬 都剧烈地颤抖起来 自行地就撑了开来 伞面上的鬼脸 更是死死地瞪大了眼睛 好似活了一样 也不哭了 也不笑了 而是如膨胀一般 四眼目瞪口呆 仿佛就连他也都没想到 吸了一辈子生机的自己 有一天能吸到 如此惊天动地的生机之力 还有一旁的公孙瓦 此刻也都傻了一样 呆呆地看着白小春 你 你在偷他的 生机 公孙瓦喃喃 脑海一片空白 似乎在这一刻 停止了一切思绪 似乎白小春这一次的 大胆以及疯狂 让他都觉得超出了想象 唯一镇定的 只有白小春 不过他的镇定 是因那惊人的生机 顺着涌夜伞 冲入他体内时 好似排山倒海一样 直接就让白小春的大脑 失去了思索的能力 他只觉得在这一刹那 自己的意识爆发出了超越百万天雷的轰鸣巨响 在这巨响下 他自己都梦了 这无穷的生机涌入 若是换了其他人 哪怕是天尊 也都必然难以承受 可白小春的肉身强悍 不死长生公的基础 使得他的身体 对于生机之力 已经轻车熟路 刹那间 他的骨骼就传出咔咔之声 他全身血肉就膨胀起来 他的身体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立刻出现了好似吃饱的感觉 可哪怕吃饱 这生机也都疯狂涌来 仿佛之前的大姐 浑然一体很是完美 生机在内不断游走滋养 而永夜伞的刺入 就仿佛穿透了气球一般 破坏了其内的平衡 使得生机疯狂无比 在这疯狂下 在第二个呼吸的时间内 白小春的不死长生卷形成的基础 瞬间好似坍塌一般 又瞬间被重新凝聚 如同淬炼 使得不死长生公本身的威力 在本就极为强大的前提下 又一次攀升 如同升华蜕变 轰鸣中 白小春整个人的气息 直接就在这攀升下 更为凌厉 明明修为还是天尊初期巅峰 可他给人的感觉 其可怕的程度 肆意与天尊中期巅峰相差无几 随后在第三个呼吸的时间中 似乎白小春的身体以及基础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可这生机依旧涌现 于是他的身体就如同皮球一般 在眨眼的功夫就直接膨胀起来 瞬间于公孙瓦尔的眼中 原本身形虽不高大 可却很是匀称的白小春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并非是肉扇的那种胖 而是圆圆的如同球般的巨胖 此刻的白小春就是如此 他的身体被完全撑起 足以容纳之前近乎十个自己的样子 甚至若他此刻能恢复思考的能力 必定会察觉 这一刻的自身 就算当年灵溪宗火灶房时期的张大胖 也都远远不如 这一切说来缓慢 可实际上也只是三夕的时间而已 在这第三夕结束 第四夕到来的刹那 这大胖内直接就传出了一声 让整个玄九郡都颤抖的怒吼 这怒吼带着前所未有的怒火与疯狂 更有强烈的不甘与意外 甚至似乎都不敢置信 满是不可思议 使得这怒吼蕴含了无数的情绪 此刻在爆发中 公孙娃只是听到 就全身震战 只觉得神识乃至身体 都在这一刻 好似要被撕裂一般 他喷出鲜血 神色骇然 勉强保持清醒 急速后退 只是这怒吼内蕴含的力量 超越了天尊 公孙娃的意识 正在急速地涣散 他的目中露出绝望与挣扎 可却止不住在后退时 蹊跷流血 全身上下所有汗毛孔 都在涌出鲜血 这一切太快 公孙娃在退后的瞬间 白小纯这里 受到这吼声冲击最为强烈 尤其是涌夜伞 更是直接就被一股大力 从茧内生生地轰开 甚至伞身都在这一瞬 直接就出现了裂缝 伞骨都开始碎裂 就连那鬼脸也都颤抖起来 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让他都觉得恐怖的存在 唯独白小纯这里 成为了绝世大胖子的他 因体内积累的生机太多 此刻哪怕被那吼声轰击 也只是觉得有些头晕而已 可也只是坚持了几个呼吸 随着白小纯意识的恢复 随着那吼声的更为强烈 在公孙娃又喷出鲜血 身体摇晃欲坠时 白小纯这里也终于有些清醒过来 感受到了这吼声的疯狂 他只觉得身体四肢身风暴内 面色一变的同时 嘴角溢出鲜血身体虽庞大 可却很是灵活的急速倒退 尤其是看到公孙娃 此刻全身鲜血 似快要昏迷 白小纯顺势甩羞一把 就搂住了公孙娃 将其按在了自己大大的肚子上 心惊肉跳中 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皮球 此刻猛地后退 就要离开这天坑 可就在这时 那大简也在这吼声下 开始了碎裂 一道道裂缝瞬间出现 尤其是之前被涌夜伞刺入的地方 裂缝最多 咔咔的声音不断地传出 似其内诞生的生命 正在这怒吼下 挣扎地要冲出 白小纯气息粗重 修为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尤其是体内积累的那些生机 也都在这一刻被抽出一些 使得他的速度更快 但就在他要冲出这天坑的瞬间 咔的一声 那大简裂缝最多的地方 直接就碎裂开来 从里面猛地就伸出了一只血色的 带着鳞片缠绕大量粘丝的手 这只手并非五指 只有四个指头 弯曲如刀一般的指甲 还有那红色鳞片的皮肤 在伸出的瞬间 一股滔天的邪恶之感 顿时就爆发出来 更是让这天地陡然间一变 无论是玄九郡内 还是郡外的世界 一样随着这只手的出现 扩散惊天 在伸出后 这赤色鳞片的手掌 猛地就向着白小淳逃去的地方 隔空一案 这一案之下 一股超越了天尊境界 似能毁天灭地的力量 直接就爆发开来 刹那就向着白小淳冲击而去 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白小淳眼珠子都睁大了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立刻回残善上 避开这里的危机 哪怕公孙瓦在身边 也都顾不得被他知道 残善的存在与秘密了 只是此地被那诡异的蜘蛛网封锁 似斩断了一切气息 而白小淳的修为 又无法支撑到他破开臂障 竟使得感应如被斩断 危机关头 白小淳整个人也都疯狂无比 他大吼一声 右手抬起时 北脉大剑被他直接横在了身前 这把剑是北脉幻化 可大可小 此刻瞬间就膨胀 如同化作了一面盾牌 而公孙瓦哪怕要昏迷 也都狠狠一咬舌尖 施展竖法 黑雾笼罩 四开了鬼界 引来无数厉鬼形成防护 更是取出战舟 开启光幕 轰鸣之声 刹那滔天回荡 这一刻抱在一起的白小淳 与公孙瓦 他们就好似暴风雨中的孤舟 被一个惊天巨浪 直接就撞击过去 刹那覆盖 承受着似能摧毁一切的 毁天灭地之力 与此同时 一同受到这力量波及的 不仅仅是白小淳与公孙瓦 还有这整个玄九郡 四那之手因被白小淳吸走了部分生机 影响了整体的发育 出现了一些致命的缺陷 使得他最强悍 可却无法将全部力量凝聚在一起 出手也只能是如现在这样 全范围的神通毁灭 轰轰之声不断地回荡 整个玄九郡在这风暴下 好似被一只庞大的超越了玄九郡本身的手掌 直接一把捏住 狠狠一捏 骤然 崩溃 整个玄九郡都在这天崩地裂中崩溃 而在这玄九城的半空中 已经从天坑内冲出的白小淳与公孙瓦 他们首当其冲 在被这风暴淹没的瞬间 最先承受风暴的 正是公孙瓦召唤而来的浓郁黑雾 这雾气内如开了鬼门关 无数厉鬼嘶吼前去抵抗 可在这风暴面前 一切厉鬼都脆弱无比 根本就无法抵抗嘶吼 眨眼的时间都不到 就直接被摧枯拉朽 全部崩溃 连同黑雾巨都碎灭得干干净净 而那风暴依旧带着毁天灭地之力 刹那涌去 与公孙瓦的白骨湛舟碰撞在了一起 白骨湛舟乃是仅次于世界之宝的法器 本身的防护更是惊人 当年白小淳用北脉大剑 想要展开都需耗费极大 此刻 这白骨湛舟的防护光幕 骤然闪烁间 即便是这风暴强悍无比 也都停顿了一下 可也只是停顿了一下罢了 在后续风暴的叠加冲击下 白骨湛舟的防护顿时就碎裂开来 湛舟更是倒卷 被公孙瓦收走的同时 他的目中已有绝望 此刻一切的希望 似乎都只能去依靠白小淳 也正是在此时 风暴轰鸣 席卷八方 在白小淳的低吼中 与他的北脉大剑 直接就碰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惊天动地 回荡四方 北脉大剑不愧是世界之宝 即便是这风暴之力超越天尊境界 可依旧还是生生的抵抗住 只是这抵抗的代价 是在大剑后的白小淳 全身狂震 如同有无数神通轰击全身 他大口喘着粗气 他的目中赤红一片 他的口中传出咆哮 不死卷的恢复之力 更是全面展开 在这对抗与轰鸣中 白小淳的身体不断地后退 公孙瓦只能死死地 抱住白小淳的手臂 与白小淳一起 在北脉大剑阻挡风暴下 倒退开来 可这退后 依旧无法抹去风暴 风暴之力 实在是从天坑内散出的风暴 能崩溃整个悬九郡 其力之大 足以撼动一切 风暴轰鸣 北脉大剑在坚持了一定的时间后 也都开始不稳 白小淳努力调整呼吸 额头清筋鼓起 他知道 就算是取出龟纹锅 作用也都与北脉大剑类似 虽能抵抗正面的风暴 可其内传递出的震动之力 依旧难熬 他的双手都在颤抖 好在是这一刻的白小淳 虽成为了一个大胖子 可他的体内累积的生机实在是太多 这就让他的肉身之力与恢复 哪怕耗费再多 也都可以瞬间补充 就这样 在这不断的后退下 在这冲击的风暴中 白小淳自己都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他只知道自己的恢复之力 几乎无时无刻不再爆发 这才勉强地坚持下来 直至传来的震动逐渐地减少 直至那冲击而来的风暴慢慢消散 白小淳的身体 已经在这后退中 被推到了天空的尽头 当一切都结束时 白小淳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身体都在颤抖 公孙娃也是如此 二人相互看了看 都看到了彼此目中 劫后余生的庆幸与后怕 似乎就连二人之间的关系 也都因这一次的经历 变得比以前更复杂了一些 公孙娃似有些不适应 立刻收回目光 此刻他也恢复了不少 一晃之下 离开了白小淳的身边 白小淳也干咳一声 将北脉大剑收起后 看向下方大地 曾经的玄九郡 已经消失了 好似被凭空抹去一样 蜘蛛网也好 灰色雾气也罢 都已不见踪影 甚至就连那天坑 也都平静下来 二人神石一扫 再无阻碍 更是感受到了 在那天坑下 那碎裂的大剑也已不见 只留下地面上 一些没有干枯的粘液 这一切 让二人心神不宁 实在是大剑内的诡异生命 对他们的威脸太大 如今对方失踪 无论是白小淳 还是公孙娃 都感受到了危机 可想到对方 居然没有继续 对二人出手 白小淳与公孙娃 也意识到 或许这诡异的存在 自身出了一些问题 此刻来不及 找他们的麻烦 而是在暗中疗伤 意识到这一点后 公孙娃忍不住看了看 此刻仍如同 大胖子般的白小淳 想到了白小淳 偷取生机的一幕 此刻回忆 显然若没有 之前那种决断 恐怕摆在二人面前的 是在劫难逃 公孙娃还好一些 毕竟有浑众 在邪黄手中 可以复活 只是她也担心 在复活的过程里 会被邪黄暗中 动了手脚 使得已经被融合的 鬼母意识 重新苏醒 而白小淳这边 她的魂肿没有外放 此时对于 两大皇朝的强者来说 已不是秘密 此时我们要 尽快各自上报啊 白小淳深吸口气 心有余悸 公孙娃点了点头 直至到了 与云海州的交叉口时 她脚步一顿 看了看白小淳 沉默片刻 轻声开口 谢谢 说完 她不等白小淳回复 转身直奔北部 她的行攻而去 听到公孙娃的谢意 若是换了其他时候 白小淳还会得意一番 可如今她也没心情 一方面 雾气虽解决 可却招惹了 那么一个可怕的存在 白小淳粗略判断 对方必然是 堪比太古的存在 另一方面 她此刻努力低头 也都看不到自己的双脚 实在是此刻的身体 太胖了 这让白小淳很是发愁 不过一想到 若是能将体内的所有生机 全部吸收 那么自己的肉身之力与修为 必定更上一层楼后 白小淳顿时满心期待 她也不敢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眼看公孙娃离去 白小淳也身体一晃 直奔云海洲 此刻的云海洲内 大天使与巨鬼王等人 都心神强烈不安 因为在白小淳离去后 虽雾气最终消散了 可整个玄九郡的崩溃 与抹去 还有郡外感受到的刹那一状 震撼了所有的观望者 他们很担心白小淳的安危 此刻都在边界位置 焦急地等待 可等着等着 他们就看到 天空上有一个巨大的肉球 正呼啸而来 二人一愣 刚要阻拦 可在感受到了 这大球的神念后 巨鬼王与大天使 都呆了一下 你 在他们呆住时 白小淳身体刹那靠近 站在了二人面前时 怎么看都有些摇摆 白小淳自己也有些尴尬 偷吃太多了 另外这里很危险 接下来的日子 最好不要外出 时刻警惕小心 我要赶紧回去闭关 这一次虽危险 可收获同样不少 白小淳知道自己此刻是个什么模样 叮嘱一番后 就一个挪移 小事不见 只剩下巨鬼王与大天使等人 站在那里面面相去 他们实在是对白小淳 进入这么危险的地方 不但没受伤 反而似占了大便宜 成为胖子的事情 觉得不可思议 不管他们怎么想 此刻的白小淳在出现时 已回到了他云海城的伏地内 天坑内那可怕的存在 让他很是不安 不过此事他之前 就提前告诉了圣皇 此刻想了想后 他又取出两枚玉剑 将自己这一次的剑文烙印下来后 立刻安排人 一份送去第二仙玉的零九天尊那里 另一个则是直接送入圣皇城 这件事 也只有身为太古的皇者 才可解决了 白小淳摇头 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最后用永夜伞吸收的那几下 应该是给那个邪恶的存在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所以对方才没有继续追杀 此刻应该是在疗伤 这么来看 还算安全 最起码可支撑到圣皇道来 白小淳长熟一口气 接着又深吸口气 他知道时间紧迫 尤其是今天的事情 让他觉得哪怕身为天尊 可似乎也不保险 想要在这永恒仙玉内扎根 修为就必须要与日俱进才可 意识到这一点 白小淳咬了咬牙 吸收了这些生机 我要冲击天尊中气 白小淳目中露出果断 赶紧在密室盘膝坐下 脑海浮现残善 很快的 他的身体就模糊 再次消失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